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Jessica 本次APAC期間 中共在三分子和數百名美國企業高層參加的晚宴 試圖再次拉攏上人成為美中緊張關係的調和者 但是中共打壓外企的嚴峻現實 正在促使更多外資撤離中國 專家指中共願意和美國做朋友是謊言 中共黨魁習近平11月15日 在三分子海悅酒店和300多名美國企業CEO進行晚餐 似乎數千至上萬美元附現的美國公司執行掌門 最關注的是 如何改善外交企業在華日益延進的經營環境 科爾分析公司創辦人兼政治風險雜誌出版商科爾 對《大紀元》表示 習近平在演講中並沒有承認中國商業環境不斷加惡 也沒有承認他對經濟的控制在不斷加強 這些對他來說似乎是沒有商量的餘地 這些可能會導致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 持續試圖離開中國 在今年4月 中共警方特集了貝欽公司和海盛集團 這兩家顧問公司 及盡職調查公司名詞集團的辦公室 今年5月 中共政府禁止在處理所謂敏感資訊的電腦中 使用美國最大的機體晶片製造商 微光科技公司的產品 在今年前7個月 流入中國股市的外資 已經由四分三以上離開 全球投資者拋售了價值超過250億美元的股票 近幾個月的大幅拋售 已經令到離岸投資者的淨買入量 由望創下至2015年以來的最低年度總額 自至今年9月底 外國公司連續6個季度 從中國撤回了超過1600億美元的總利潤額 導致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 在第三季時出現了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首次下跌 在三藩市的晚宴上 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 貝萊德執行長拉里芬克作為賓客之中 與中共黨魁同坐一場 但是就在兩個月前 貝萊德宣布11月7日關閉紫基金 中國靈活股票基金 該基金因為涉嫌將美國投資注入 黑名單上的中國公司股票 而受到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的調查 此外 另一家華爾街龍頭先鋒集團 Vanguard Group 今年稍早通知中共政府 該集團將離開中國大陸 不在中國設有任何的辦事傳 美國製造企業也在簽出中國 世界第二大半導體公司 英特爾表示現在正在考慮 將部分製造業務從中國轉移到美國 以遵守美國政府的法規 微軟表示正在考慮將部分製造業 從中國轉移到歐洲 以降低供應鏈的風險 大爾也宣布將部分製造業務 從中國轉移到越南和墨西哥 以降低成本並提高效率 而現況是 中共仍然在加強對一切事物的控制 無論是經濟、企業、還是校園 今年2月 中共表示將推出金融領域 深化結構性改革的計劃 並對科技公司加強控制 中共的控制之手重新向私營領域 要求在私營企業之中 加強黨的建設工作 並對行業協會和商會 在黨建方面提出具體要求 外企撕離將導致中國大量企業 關廠、財源 據官方估算計 全部外商投資企業 吸納的直接就業人數 超過4,500萬人 加上依靠外資生存的供應商 和商下游企業 外企養活了中國上億人 官方發布數據聲稱 在去年8月 中國16歲至24歲年輕人 失業率達到19.9% 但日本評論家 宮崎正宏估計 該比例已經超過40% 為了留住外資 令他們為中國經濟輸血 中共在三藩市向美國示好 聲稱 微中關係面臨的首要問題是 我們是對手還是夥伴 同時表示 中國願意成為美國夥伴和朋友 中方對美國人民 特別是青少年因為分態來造成的痛苦 新表同情 科爾表示 中共此次安排的整個演講都在說謊 包括聲稱自己是美國的朋友 並對受分泰尼影響的美國人表示同情 中共過去利用分泰尼議題 作為和拜登在台灣問題上討價還價的籌碼 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去年8月2日 在市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 中共對美國實施了一系列的報復 其中就是包括 暫停和華盛頓壓止毒品走私的合作 科爾表示 中共不是美國的朋友 越來越明顯的是 中共是全世界民主國家和主權國家的敵人 中共認為自己正在和這些國家爭奪全球霸權 中共試圖透過有愛之言來掩飾其爭霸的企圖 以爭取時間 但是這些謊言是任何人都看得出來的 鄧欣也對中共要和美國做朋友的話表示懷疑 在西方所說的這樣 證據就在布丁中 中共可能聲稱要和美國成為合作夥伴 但是行動上是不是真的表明了這一點呢? 在幫助美國解決分泰尼危機方面行動非常緩慢 這些對美國人來說是一場悲劇 鄧欣更指出 面對一項史無前例的反人類罪行 中共並沒有任何作為 據所知 面任黨魁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來阻止中國利用豐厚的儀式行業 強制集取器官的暴行 而這些正是全世界人權組織關注的問題 加拿大前亞太國務卿戴衛喬高 和人權律師戴衛默塔斯 和美國記者醫生葛特曼的共同調查發現 中共大規模從良心犯和政治犯身上 集取器官 主要受害者是法輪功學員 2010年3月 南方週末記者在器官捐贈迷宮 採訪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信時得息 2000年是中國移植器官的分水嶺 2000年全國的肝臟移植比1999年多了10倍 2005年又多了3倍 而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 發生在1999年7月 中共三聯生活周刊 在2006年4月發表了《器官移植立法之難》 稱中國98%器官移植員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 暗示器官移植員被控制在司法和軍事系統手中 中共也迫害基督教 鄧欣清清 中共黨魁並沒有兌現它向宗教方制國所做的人民 中國主教的宗教自由承諾 對於任何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的人來說 習近平在很多其他領域的合作言論聽起來都是空洞的 如果中共繼續無視西方文明所依據的重要道德原則 這樣我看不到美國和共產主義中國之間的夥伴關係的想法有多少未來 以上的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專題部記者 江峰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